尋常的台北500拍起來就很不一樣 那你有沒有從海上看台灣呢 海闊台灣環島探視計畫 集合了海洋作家夏曼蘭波安 還有教授李鴻源以及亞運帆船隊 等等海洋專家學者 組成了環島探勘隊 從海上拍攝紀錄台灣 就像齊柏林導演的空拍攝影 海闊台灣計畫要紀錄台灣沿岸的 地理和人文風景 找回台灣人的青海生活 洋帆起航 一行人架著兩艘白色帆船 朝著外海奔去 他們的目標不是大海 而是要轉過頭來 仔細探勘福爾摩沙 透過海洋的一個視角 重新看見台灣 可以重現當初葡萄牙人 發現台灣這種福爾摩沙的景象 讓大家可以重新體認到 台灣其實很漂亮 但是可能過去大家忽略到 這個海洋的視角 從海上看台灣壯闊美麗 醞釀兩年的海闊台灣計畫 希望從人文國土角度 找回台灣的過去 但上了船 事情要做得好 條件可不少 我們就去學習如何開一艘帆船 那真的就是從這種什麼升帆鎖 然後降帆 然後對於風向的認識 如何操控這個帆船 就真的有很多的認識 還有實際操作的經驗 你要認真一點 OK 行的 OK 好 來 鼓掌 從路上走向海洋 參與計畫的成員不畏挑戰 努力做一個有用的船員 有一次有的經驗就是 我沒有戴手套 然後那個風非常的大 大概是你很難想像 大概至少有80公斤這麼重 80到100 因為風速非常的大 我們在拉的那個時候 因為沒有戴手套 然後那個力量過大 那個繩子一抽 整塊肉就削掉一半 對 就是這樣一塊皮 整個削起來 所以其實是很危險的 儘管團隊裡 專業人士一個也不少 海洋作家夏曼蘭波安 國土專家李鴻元 還有亞運帆船隊全程固守 不過對於習慣 路上作業的攝影師 可不好受 在船上 你根本沒有辦法擺脊尾 對 因為從頭到尾 都是手持的 你腳架在船上是一點用處都沒有 光看畫面搖晃的程度 不難想像考驗有多大 但參與計畫給他們的體驗 不僅僅於此 蘇花公路那一部分 其實我覺得滿印象深刻的部分是 其實是那條公路 看起來真的挺危險的 我覺得最大的體驗 應該是擺在你在船上面去體驗 你怎麼去熱愛一個在海上的角度 去看待土地 你怎麼去珍惜說 我要去一個地方去尋找一個 某一個具有價值的東西 不出海就難以看見台灣的全貌 初次嘗試不盡完美 海闊台灣團隊計畫 充飽經驗之後 重新出航